北京时间10月21日消息 在今天火箭与胡人比赛的第四节 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 克里斯保罗 拉姐朗多以及布兰登英格拉姆都被驱逐出场 登炮和坎六十四分火箭丽克胡人 双方爆发冲突散将被驱逐 此视频在火湖比赛现场 此前效力过火箭和胡人的前NBA球员 此视频在接受采访 实验了对此事的看法 他现在的身份是胡人下属NBDL球队 南湾胡人队的球员发展教练 他在今天现场观看了本场比赛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都被罚款 此视频说道 这是一场欧斗 很不幸 这是他们第一次挥舞拳头 他们原本可以避免这么做 但还是发生了 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打架 我认为他们都不应该被禁赛 此视频在球员时期可不是擅长 他是当年奥本山群奥事件的始祖俑者 在被问及当年的感受时 他表示 我已经都不记得了 天呐 这已经太遥远了 据悉NBA官方今天已经进入了调查 最快将在明天公布 等欧事件的处理结果 宣布 我们下期未经许可途了 我会为你 每次关注